对面这个打野如果不是难开的话 我吃十斤八八 男子汉说话算说 还是咱们之前的老样子 不打男buff 我就打你 哎 哎 哦吼 完了呀 这下好像有点出了一点小问题 不过没有关系 对面打野的成绩还没有好 但不要看我现在才一级 对面打野已经三级的 但是我打完这个男buff 我也差不多 啊 你要跟我打吗 哎 哎 哎 哦 哎 不要觉得开局一分半 我就死了两次 但是我换来的是 我们家两条边路的平安 还有我们家打野的安心发育 两分钟的时间 对面打野现在才三级 他压根就不知道 他现在该怎么办了 接着这把的重点来了 对面打野前期 虽然说被我搞得很难受 但是他到四级了 我还是打不过的 所以重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不要跟这个打野玩了 柿子要条软的链 打不过的就不要去打了 早就看到这里有个残血 哎 打一下 这波罗已经没了 走走走 直直的走 打不死了 就是打不死了 差那么一点点 现在往中路去看一 哎 注意好啊 整件伤害是2100 再打一下 再打一下 哎呀 那buff被拿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本来就没打算打他的野了 注意好 我的队友想干什么 我们打野在追对面的辅助 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人来 打野大哥应该没技能了 先救他 好 你现在有技能了 你给我上 你给我打 这个样子辅助跟法师都没了的话 那么红缺也可以拿了 很好 现在没事干的时候 看楼 我帮他看一下吧 哎 大哥不要打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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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哦哟 其实我一直都有个疑问 男女王打辅助的时候 对面会想着一化一肯定不亏 但是把辅助化成张飞连波那种 对面会觉得一化一就亏了 凭什么 不都是辅助吗 这个波罗在二技能用了 那么这回保守估计能赚他一个大招 运气好的话就可以直接送他走了 打完一套不走 因为这个男buff马上就要刷新了 这回盯好对面的法师 因为目前剩下的这几个人里面 我只打得过对面的法师 好 我们家伙武一上了 法师傻些也用了 还想着带着你放技能 哎 记得我说的 打得过谁 你就针对谁 打不过的你就不要了他 现在看好中路这一波 对面打野 我应该是能杀的 不过我看到对面法师从后面来了 很显然 这就是买一送一了 上一波团在这小子的闪现是用了的 好 抓完法师 接着去找打野 打野该怎么找 你看好这里 你看他往上走了 那么他肯定要去红区呀 不用看的呀 这个时候红buff这里有只小鸟 你都不用看 他等一下要过来的 我猜他打完三只小猪要从上面这里来 哎呦猜错了 也没关系 哦 你们学到怎么找就行 其他的不重要的 这个红buff可以了 大哥 我这草里面可是有哪个人的 打完一套走 接下来很显然 这红区应该是要打起来了的 我从地图上看到 对面四个人都在 那么我决定我一死去不回家了 我得把对面法师给找出来 鬼骨子开大看到我了 这里有只小眼睛 所以我得假装走 我没血了 我走了 好 眼睛消失 直接我回走 现在对面这几个人应该都觉得我回去了 所以来一朝反其道而行事 去找那个马可波罗 对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就要做惊喜 对不对 哎呦 大哥大哥 现在没必要回家的 我只是个辅助 下一波我可能会死 但是我现在画对面任何一个人 我都是不回答 啊 划一划小地图看看 就这个马可波罗了 打也没技能 完了 一 又是我救了你啊 我救了你两次了啊 你可记得啊 团战没打过 现在只能断线了 因为我跟射手手的话 肯定是守不住的 射手把这个炮车兵清了 他应该是有能力的 那么我把接下来这一波兵线清了 对面就拿我们一点办法都没了 这波最多最多 就亏一个高地塔而已 仅此而已 想追我没用 隐身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回家 同区这里打起来了 不管谁输谁赢 鞋带线 打团之前一定要把鞋带好 鞋带好了 打赢了直接一波 打输了也不会被一波 这就是带线的好处啊 那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把对面法师给拿了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一波了 不然要是被这个法师给跑了的话 还真就不太好打了 接着聪明的人是不会成群结队的 我走 我晕一下 往后走 你们慢慢打 不着急 不着急 等老夫子二技能过 没有二技能的老夫子 他照样是个脆皮 一套还是能够带走 接着 只剩下我了 拿下 不过这把就打也跟我是个正说 真的不应该啊 我希望你们几个好好的反思 反思